今年来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也时刻关注着我国的一举一动 经常感叹中国的发展速度这么快 而且还会对我国的未来进行预测 此前美国媒体预测了我国 在2020年将会有哪些改变 美国好像比中国更有信心 这份预测果然看了都佩服 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美媒认为 中国将在亚太地区占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 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 试图增强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不管是不是美国的盟友 都不断加大和我国的合作 例如韩国和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的海军实力也进一步增强 更重要的是 我国与其他国家一直坚持合作共银的政策 其次美媒认为 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也逐渐提升 我们知道石油和天然气 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我国不断对新能源进行探索 风力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正冲击着国际能源结构 而中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此外 我国在可燃兵领域 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是天然气和石油的最佳替代品 其次美媒称 中国的太空探索计划雄心勃勃 从发射数量上来看 已经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 而且中国研发了自己的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也成为全球第一个踏入月球背面的国家 今年中国可能会执行将探测器送往火星的任务 美媒还预测 中国将会在两年内发射10颗摇杆卫星 最后在武器装备方面 美媒认为 中国的五代机歼20 如果对发动机进行升级 在性能上将会超过F22战机 在激光武器方面 中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这方面的发展 美国也十分羡慕 从这些预测中可以看出 美国对我国的重视程度很高 有教授曾表示 世界上最承认中国崛起的 就是美国的战略专家 美国的战略